创世纪第四十五章 约瑟在所有势力在他左右的人面前不能自治 就喊叫说 叫个人都离开我出去 这样 约瑟向他的兄弟们表白自己身份的时候 没有别人在场 于是他放声大哭 埃及人听到了 法老一家也听闻这事 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 我就是约瑟 我的父亲还在吗 他的兄弟们不能回答他 因为他们在约瑟面前都非常惊慌 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 请你们上前来 他们就上前去 他说 我就是被你们卖到埃及的弟弟约瑟 现在 你们不要因为把我迈到这里来 而自忧自责 这原是神差派我 在你们已先来这里 为要保全性命 现在这地的饥荒 已经有两年了 还有五年不能耕种 也没有收成 神差派我在你们已先来这里 为要给你们在地上留下鱼种 大大实行拯救 保全你们的性命 这样看来 差派我到这里来的 不是你们 而是神 他立我做法老之父 做他全家之主 又做全埃及地的首相 你们要赶快上到我父亲那里去 对他说 你的儿子约瑟这样说 神立我做了全埃及的主 请你下到我这里来 不要担言 你和你的众儿孙 牛羊 以及你一切所有的 都可以住在戈山地 与我相近 我要在那里供养你 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 免得你和你的家人 以及你一切所有的 都陷入穷困里 看啊 你们和我弟弟变雅敏 都亲眼看见 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 你们也要把我在埃及的一切尊荣 和你们所看见的一切 都告诉我的父亲 又要赶快 把我的父亲接到这里来 于是 约瑟伏在他弟弟变雅敏的景象上 哭起来了 变雅敏也扶在约瑟的景象上哭 他又与众兄弟亲嘴 拥抱着他们哭 然后 他的兄弟们就跟他说话 消息传到法老的家里说 约瑟的兄弟们来了 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高兴 法老对约瑟说 你要对你的兄弟们说 你们要这样做 使你们的牲口再满货物 启程到迦南地区 把你们的父亲和家人都接到我这里来 我要把埃及地美好的产物赐给你们 你们也可以吃这地肥美的食物 现在 我再吩咐你对他们说 你们要这样做 从埃及地带些车辆回去 用来接你们的孩子和妻子 并且把你们的父亲接来 不要顾惜你们的家具 因为埃及全地美好的产物 都是你们的 以色列的儿子们就照样做了 约瑟照着法老所吩咐的 给了他们一些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 又给了他们个人一套新衣服 但是给变亚敏3420克银子和五套衣服 约瑟送去给他父亲的有公驴石头 载着埃及美好的产物 以及母驴石头 载着五股饼和给他父亲在路上用的食物 于是约瑟打发他的兄弟们回去 他们走的时候 约瑟对他们说 你们在路上不要争吵 他们离开埃及 上到迦南地他们父亲雅各那里去 告诉他说 约瑟还在 并且做了埃及全地的首相 雅各的心冷淡麻木 因为他不相信他们 他们就把约瑟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 都告诉了他 他们的父亲 雅各看见了约瑟派来接他的车辆 心才苏醒过来 以色列说 够了 约瑟我的儿子还在 在我还没有死以前 我要去看看他